红藕 香残玉殿秋 清解罗长 读上兰州 云中谁记锦书来 燕子回时 月满西楼 画自飘零 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忌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全此生情并茂 低缓抑郁 读之 极易被文字千代入境 红藕香残玉殿秋 李清照先交代时间 红字打头 本是强调暖色 粉红色的荷花开放时 妖娆妩媚略带香气 可他跟着画风一转 露出了残意 使得这一意象一风突起 突出这个残字后 马上陷入另一种平缓的镜像 叫玉殿 这个殿 这个是一种竹席 它是用旗竹 这种竹子今天还在湖北 它跟普通竹子最大的不同 是旗竹绕节 它不像普通的竹子 旗竹非常细腻 编出来的席字 席华如玉 这是古书的记载 据说今天旗竹边的席子 也是跟布一样的柔软 古人还说 人卧旗之上百病能遇 能病都能好了 李清照用遇电 是期望此席能够治心病 但秋天已到了 席粮如水 只能清解罗长 读上兰州 我们一般的书里 都把兰州解释为传 因为它是有点的 这个术语记里就有这样记载 吴王执木兰购宫殿 鲁班克木兰为周 所以就说 这个兰州就是传 但还有一种解释 说兰州呢 是传的美称 那么如果兰州为传 清解罗长 就有点说不通 秋天已经 船上已经很冷了 为什么还要宽衣解带呢 如兰州为传的话 下片的花字飘零 水字流 就好像比较难解 我自己认为 这兰州在此就是传 至少李清照一语双关 否则无法解释 清解罗长 罗长是指下衣 上衣下长嘛 罗长就是罗裙 解下罗裙 上船呢 令人很诧异 那解开罗裙 躺在床上 那就顺理成章 下面的文字 就比较容易解读了 云中谁寄锦书来 燕字回时 月满西楼 一个人躺在床上 盼望着夫君的家书 能够寄来 他用了一个矫情的词 谁 表达埋怨的情绪 看着大燕 已经开始南飞 天气已经晚了 月亮已经上西楼了 这组文学意象 完全是为了 烘托作者 独自的思念之情 他有期盼 有担心 有行为 有感受 李清照 游镜向动 在游动 极静 极向电影里的慢镜头 缓慢的移动 将一个新婚女子 思夫的场景 耐心的展现 最后成为 大画面的定格 我们可以把上片看成一个连贯的长镜头 由特写 红藕香残 至中景 御殿秋 再由近景 清解罗长 至中景 独上兰州 全景 云中 谁寄锦书来 接着大全景 燕自回石 月满西楼 这一连贯的景别 让李清照 动用了三十个字 就描述完成 这里主观客观 两次交替 结合的天衣无缝 显示了作者 高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 那下篇呢 完全抛离了上篇 写景 写情的基调 思与想 在文字中 本身是有差异的 思字的本意叫容也 引申为 深通 想有开动脑筋的意思 想是开动脑筋 思是往里想 思只是单纯的一种念头 下篇 李清照让词完全进入了 他个人沉静的思绪之中 开篇便写 花子飘零 水自流 这一句平淡而起 乘上起下 让上篇的景致 进入下篇的情景 首句 红藕香残玉电秋 是室内外 护文表达的一个意思 就告诉你 秋天来了 花子飘零 水自流 是花落水适的护文 表达作者内心的 哀晚无奈 此句介遇 只是一种心境 而不是景色 直接的描述 能理解这个 就能理解上篇的独上兰州 是上床 而不是上船 让思念沉重的李清照 一人独上船去散心 是大部分人的理解 但通关全篇 李清照确实是一个人 静占在床上 自我消化着思念之苦 接着他说 一种相思 两处闲丑 这句是他假设 丈夫赵明成在外地 也一样的想他 这是女子单相思的最高境界 最后一句是使此首词 载入史册的点睛之笔 此情无忌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诗人的观察力敏锐 理解力超群 否则写不出这么平时 又这么深情的句式 这种思念 的确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即便表面上装一下 也没有办法从内心去掉 才下眉头是表象 却上心头是实质 结尾两句 平时却深入人心 特别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李清照出名很早 二八方龄的时候 他的席座就玉满京城 父亲米格飞师从苏氏 你看他父亲的老师就牛 尽世出身 母亲又是当朝状元 王拱臣的孙女 他从小而如木染 文学既有天赋又有慧根 所以出手就不凡 他有两首如梦令 很短的如梦令 凝满天下 第一就是我们很熟的 长记西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性静挽回舟 勿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欧路 第二首是 昨夜雨淑风咒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这两首小令 风格统一 一个写外景 一个写室内 相应乘去 第一首 他以长记开篇 那就表明 他这不是偶然的 是经常有的一个事情 但行文是呢 又写了偶然 说误入 这误入就是偶然的 所以让这个小令呢 一波三折一唱三叹 他棋笔非常平淡 长记西庭日暮 我经常想起啊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傍晚 缘由地址时间 用这个三个词组 立刻交代清楚 沉醉不知归路 情景状态适由 迅速地将自己的回忆 和读者的视线 拉至设定的情景之中 他这种欢愉的心情 轻松的状态呢 十二个字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紧接着呢 他又进一步说明啊 性近 晚回周 误入藕花深处 性近 说明沉醉的原因啊 就是我这个 非常尽兴了 往回周呢 就顺理成章了 然后笔风一转 误入让剧情 充满了个变数 又变得极为 合情合理 只有沉醉了 方可误入 作者将误入 进行了一个 美化的处理 藕花深处 你知道夏天呢 荷花盛开 出淤泥而不染 灼青莲而不腰 中通外直 不漫不知 相远一清 停停静止 误入这样的一个家境 就无所谓 知不知归路了 正写在此时 作者用了蝶运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 欧路 争渡说的是心境 蝶运是加强这份心境 然后远景一片放松 欧鸟与白鹿 惊起而飞 似乎给误入歧途的小舟呢 指明了一条出路 这首小令的精彩之术呢 在一作者把自己的复杂的心情 和变换的风景 融为了一体 他配合的天衣无缝 不娇如造作 每一句看似无心 实则有意 无一字不给力 无一景不天才 使得小令如同水梦画一样 浓淡相宜 耐人寻味 没有多少个字嘛 第二呢 场景就完全不同了 直接就回到室内 起一句呢 叫时空前置 什么叫前置呢 昨夜 他做什么呢 没去描写 而是直接写了一个气象 昨夜雨书风筹 这个雨下的并不多 但风刮得很寒 浓睡不消残久 把这个饮酒的场面完全淡化 让人回味绵长 早晨起来还有酒意 懒洋洋的问了丫鬟一句 作者在醒来之际 丫鬟卷帘的那一刻 一个试问 将内心的某种担忧 某种忐忑 表露无疑 而丫鬟不仅其意啊 却说 外面的海棠都差不多啊 却到海棠依旧 一夜风雨 没见什么变化 满树的海棠花 依然开放 作者 又用了蝶蕴 连续发问 知否 知否 这里呢 有埋怨 有宣泄 有担心 有释怀 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应是绿肥红兽 绿肥红兽 是此令的点睛之笔 第一层含义是客观描述 一夜风雨后 绿叶显得肥润 而红花却凋零了不少 第二层是主观的感受 红花配绿叶主次分明 即便红花因风雨减少了很多 那依然是视觉中心 历代文人对此季呢 就赞赏有加 那宋人虎仔就说嘛 此语慎心 就是这话说的太心了 有个明代人叫沈继飞 他说 绿肥红兽 创字于妇人 大旗 那清代人呢 有个叫汪世慎的 他说绿肥红兽 人工天巧 可称绝差 你看 宋代人 明代人 清代人 都是赞赏有加 那么 那此季的新奇 完全在于铺垫 我们知道这个文学 非常需要铺垫 相上也讲究三番四斗 六句 三十三个字 前四句用了二十三个字 做足了铺陈 然后用两个支否呢 拔膏推出 最后将绿肥红兽的异象释放 显示了作者的一个文字的天分 而李清照这一年 只有十六岁 天赋早会 我们读李清照的这个词啊 他是从很年轻的时候 一直到他很老的时候 都有作品出现 所以他每个时代的作品呢 都有他这个时代的特征 比如他另一篇 点匠纯 醋霸秋千 也是他早期作品 他就写得非常俏皮 醋霸秋千 起来 雍整 仙仙手 鹿农花寿 薄汉 清衣透 剑客入来 袜缠 金柴溜 何修走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 这首点匠纯 再讲一个故事 其中情节细节充分 所以很多后人将这首词 与李清照本人的 真实的恋爱故事 就搅在了一起 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 宋词叫唐诗的不同之处 唐诗我们主要指格律诗 多注重情感的表达 笔星用点 对账护文 而宋词呢 则注重情节的叙述 轰托联想 借经欲情 那么唐诗呢 就长于情 宋词呢 就喜于景 唐诗呢 多写感觉 宋词就爱写故事 此首点降纯 做极为例证 启句啊 就写一段故事呢 就告了一个段落 启句已经是这段故事的一个段落 说促把秋千起来 雍整仙仙手 至于为什么荡秋千啊 这个作者根本无需交代 只需要读者去想象 秋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单一 他多与女子的风情有关 只在描写女子的心神不定 你比如唐代的李商尹就有诗 十五气春风 背面秋千下 晚囊师伪装也有诗 他说 好事隔连花树洞 女郎撩乱送秋千 你看 他说的就是 也是女郎撩乱送秋千 那这个李玉也说 谁在秋千 笑里轻轻语 所以你去读大量的 这个唐宋时期的诗词的时候 秋千的意味 往往都跟年轻的女子有关联 那李清照呢 以秋千开场 他并非无异 他是着重将秋千的文化意向的用足 表明一个少女 荡来荡去的这个春心 初把秋千起来 雍整仙仙手 你看 手很累啊 你荡过秋千你就知道啊 我想起我小时候荡秋千啊 那麻绳大概有这么粗啊 有这么粗 两手攥着 荡完秋千以后 因为你怕掉下来 所以手会很累 起来雍整仙仙手 仙仙手 写得非常诱人 写得妩媚 开篇 这个局就设好了 三四句呢 他嫌前面这两句呢 力度不够 作者继续渲染 路农花兽 薄汉清衣透 路农花兽 说的就是清晨 因为早晨起来 睡眠刚醒嘛 美人更美嘛 薄汉呢 说自己轻轻的 出了一层汉 又多了一层妩媚 上篇呢 叙述就到此了 聊聊四句二十个字 有场景吧 有情节吧 有细节吧 有诱惑吧 他把故事的女主角 推至前台 等待结果 那下篇呢 单刀直入 剑客入来 袜铲金钗溜 上篇的情节 实际上是为 下篇在做准备 男主人公 终于出场了 也可以说 女主人等待的 男主人终于来了 袜铲金钗溜 一头一脚 袜铲说的是脚 金钗溜说的是头 他囊括了 一个女子的全部 铲的本意 是萧去 铲平 袜铲呢 就是这袜子 已经突露了 着地了 宋代禅族呢 当时已经 普及了 也很流行了 所以呢 文人对女子之族 都存济鱼之心 由于脚 是你不义常见的 显得比手 就更加兴坎 作者显词不够 然后又加了 金钗溜 这一细节 让怀春的女子 在慌乱中 平天妖娆 行文至此 作者呢 又重重地 加上了一句 何修走 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 何修走 实际上是一个表象 内心 欢喜 倚门回首呢 是一个刻意 要留给客人 或者说男主人 更深刻的印象 却把青梅秀呢 已经是表演了 青梅 欲女子的青春 青梅竹马 李青照 让心中 未婚的女子 在夏片 充满了展示 把一切 不自然的行为 放置于自然之中 或者说 把一切 自然的行为 不自然的展现 让这场生活中的 爱情邂逅 成为定格 李青照 晚期最重要的作品 声声慢 寻寻觅觅 具体写于何时 已经没法考证了 可以看出来 如果他没有经历 如此苦难的一个经历 是很难有这份情感的 他破天光的 用了七个谍词 让这首词开篇 就与众不同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气气 炸弹还寒时候 醉难将熄 三杯两盏淡酒 怎逼他晚来风急 艳过也 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翠笋 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奸细语 到黄昏 点点滴滴 这次地 怎一个仇字了得 李青照开篇 用了七组谍词 他之前没有人这么用过 这使得这首词出场极有声率 节奏感清晰 由于颂词本身就是用来演唱的 叠字叠音 使得不唱有声 无人见影 寻寻觅觅 写主观的感受 没有答案 冷冷清清 写客观的环境 可以想见 七七惨惨气气 写内心只有自己知道 外人无法感受的一种强烈感觉 这种感觉 余音鸟鸟 您唱完毕时仍挥之不去 其文字内容 似有非有 似懂非懂 似矫情非矫情 似自然非自然 它是一种流动之水 飘动之风 完全是作者积累了多年的心声 七组叠词过后 作者发出了一声叹息 乍南 还寒时候 最难江西 乍南还寒 本是描写春天的冷暖交替 无规律的出现 但此时 却用来描写秋天 江西是修养条理 在这样冷暖不定的日子里 几乎无法调养自己 三杯两盏淡酒 怎滴他晚来风急 李清照喜欢酒 从他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年轻的时候经常饮醉 而此时呢 三杯两盏淡酒 年龄大了 心里也不如从前 对外界的变化敏感 知道自己也挡不住 晚风侵扰 抬头望去 燕过夜 大燕是非常守时的 春北秋南 春天的时候往北飞 秋天的时候往南飞 历来是劫后的一个象征 也是亲人思念的寄托 秋天大燕南飞 从地理上到心理上 都给了作者一个暗示 所以作者说 正伤心 确实旧时相识 一个旧时相识 融进了千叶万语 也融进了不尽的眷恋 夏天呢 作者开始环顾四周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笋 如今有谁堪摘 堆积表示程度 憔悴是拟人化 笋呢 是说明毁坏性极高 堪呢 是可能的意思 眼前一片狼藉不堪 落下的菊花堆成了一团 那还有谁去采摘它呢 作者一个人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我看着这萧瑟的景象 独自一个人 怎么能够熬到天黑呢 梧桐更奸细语 到黄昏点点滴滴 梧桐在唐宋时期 常用于秋意 礼遇的名句 寂寞梧桐身怨所清秋 这说的就是梧桐 梧桐一夜落 天下净之秋 何况天上又下着 稀稀利利的小雨 与心静呢 很相像 作者写到这里呢 就发出了一声叹息 说这次帝怎一个仇字了得 这次帝就是这场合 这光景 眼前的这光景 一个仇字根本就说不尽呢 李清照的这首 声声漫为其晚年的历作 以仇待悲 悲从仇来 以苦闷进入无聊 再以无聊伸出悲气 全词不疾不徐 不生之慢 就完全表现一个仇字 让人知仇成为词的仇 让词之恋 无尽的蔓延 一直蔓延到词句之外 如青烟鸟鸟 如溪水缠缠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很难平平坦坦地走完一生 尤其是社会地位高的人 在抚养之间取舍 在左右之间平衡 如果你赶上世道变化 则要看天命 北宋靖康之难 不仅是对朝廷 对皇帝是千古疑难 对李清照及丈夫赵明成 亦是灾难 靖康二年 及公元一二七年 金人就俘虏了 灰青二帝北去 北宋至此亡 同年五月 康王赵构改元建言 南宋开始 北方局势日趋紧张 赵明成就因丧母南下奔丧 八月到江宁去任知府去了 李清照独自一人整理了多年的 这个家里收藏的这些东西 一共有多少呢 一共有十五车 一个人压解 你想想多可怕呀 我们今天要十五车东西 一个人压解 那看不过来呀 那么这个水路汗路的奔波 心惊肉跳苦不堪言 最后有惊无险的将这批宝贝呢 于第二年的春天压解 治了江宁府与丈夫团聚 李清照抵达江宁 就是南京 休整身心 养息了一段日子 周邦彦呢 有一个儿子叫周辉啊 他写那个清波杂志的 他记载了宋人的很多杂事 他比李清照虽然小四十多岁 但是仍是一个时代的人 他笔下记载的李清照 在这段日子里呢 遇到下雪天 就头戴斗笠 身胚缩衣 在这个城楼上远远的观望雪景 找灵感 如果得了一个家具呢 就要邀请丈夫呢 跟他唱贺 但好景不长 第二年呢 赵明成英处置叛乱不当的 被罢免了 然后三月份 夫妻二人就乘着这个小船 就过乌江 楚霸王自稳处 所以李清照 有感而发 写了那个五诀 夏日绝句 借古说今 抒发一腔悲愤 这时候他写这个夏日绝句的时候啊 正好跟他的心境是吻合的 要不然他写不出这样的这个绝句来 那五月份呢 赵明成呢 又接旨 又来去胡州去做官 李清照呢 这个在他的那个金石鹿后续中说过这一段 说赵明成呢 独自一个人去赴任 离开小船的时候呢 说他精神如虎 目光 烂烂射人 挥手告别 这个李清照心里就觉得 这个有点不祥啊 就问了一句 说如果金兵打过来 城里告急怎么办呢 赵明成 这个手臂微躯伸出食指说 从重而行 必不得已时 先扔资重 再扔衣备 再扔书册卷轴 再扔骨气 为宗气 需要抱着他 与之共存亡 千万别忘了 你看他把这个过程说得很清楚 就是把你那个 跟着的行李先扔了 不行再扔一倍 再不行咱这书啊 画就不要了 然后那些古物也不要了 唯独宗气 就是我们祖宗留下的这个东西 要抱着他 然后呢 就策满而去 两个月后 赵明成途中得了病 死于南京 赵明成去世后 李清照年四十六岁 写文祭典夫君 安葬完呢 赵明成 李清照大病一场 尽管李清照为女中豪杰了 但失去丈夫 又有这么多古物书籍在身呢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赵明成的妹夫在洪州啊 就是今天的这个江西南昌 任兵部侍郎 李清照呢 就将大量的古籍托人 就送到了洪州啊 谁知当年 这个洪州十一月就失守了 所有的古师呢 就被复之一俱 这对李清照来说 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 李清照就一路追随 送高宗赵构啊 希望自己所在的古物呢 能够托付给朝廷 实在不行 我就把它归了宫吧 这是绍兴元年 这时候已经到了1131年了 李清照住绍兴的一个普通人家 啊 在那半夜呢 墙被挖穿了 过去那墙也不怎么结实 就被挖穿了 大量的书画又丢掉了 然后他迫不得已又悬赏 去往回赎 啊 这种心境啊 不仅是心痛 而且是没法跟人去诉说 李清照婚姻 外人看是很幸福的 他与丈夫赵明成门当互对 赵明成年龄又大 他三岁 琴瑟和弦二人情投意合 都喜欢金石古物品味亦相近 初婚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 李清照父亲李格飞就卷入了新旧党争 崇宁元年 也就是公元1102年 李格飞被列为元幼党籍 不得再经任职 而赵明成之父赵挺之却一路升迁 由立部尚书一路连任啊 成为宰相 李清照在自己的生父被贬 与公共这个升迁的这个夹缝中 他不知所措 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啊 竟然写诗给公公啊 给公公赵挺之 此举在官场上就显得非常幼稚了 李格飞罢官后呢 只能带着全家人呢 打道回府就回到了济南 李清照与丈夫呢 赵明成两地生活思念是难免的嘛 古人跟今天不一样 古人的信息沟通非常不畅 今天你思念 你打开手机 你很快就是发个短信 或者视频一下 你就能缓解思念之苦 可古人不行 古人的思念比今天的人呢 要苦得多 也久得多 挥之不去 那么到了重庭三年的重阳节 李清照呢 那时候二十岁 美风佳节被私钦嘛 于是又写下了一首呢 《醉花音》 博物浓云 愁永昼 锐脑消金寿 佳节又重阳 预枕杀厨 半夜凉出透 东里把酒 黄昏后 有暗香迎秀 莫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寿 据说呀 赵明成当年啊 接到妻子李清照这首词后呢 试图与妻子鄙视一下 想了三宿啊 也睡不着觉 做了词 竖雀啊 他仍然没有比过妻子这首《醉花音》 赵明成和李清照的夫妻关系呢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他们结婚的次年秋天 朝廷下诏啊 宗使不得与袁佑兼党子孙为婚姻 这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宋代啊 是赵家的天下 赵明成与李清照的婚姻 尽管在这条规矩之前 赵明成虽然不算宗使 但由于时间太相近了 两人的关系陷入一种不干不尬的一个地位 李清照被迫返回原籍 以父母团聚 而赵明成呢 就父籍出游了 夫妻二人身居两地 只能靠红念传书 这种日子能过多久啊 大概到了大关元年啊 也就是107年 这个赵父呢 赵挺之被罢下 赵明成与李清照呢 就回到了祖籍青州 就山东啊 这一年李清照24岁了 次年为其使命名 归来堂 就这个意思 字号一安居士啊 你也可以看出他这个号 使他强调心理能够安定下来 这期间李清照居家协助丈夫 完成了金石鹿啊 黄黄俱注 而赵明成呢 这时候常常外出 还续养了几名侍妾 这事虽然在宋代文人中十分普遍 但李清照呢 也没有过过激的言行啊 但心中总是有不悦呢 在文字中就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那么凤凰台上 易吹消香冷金泥 写的就是这一时期 他读他这首词呢 就会觉得文字清冷流畅 情景真是动人 读之呢 能感同身受 最为高超的是写作技巧中呢 是我中无我 无我中有我 他这首词写的如真如幻 似梦似真啊 把自己的一段内心的感受呢 付诸文字 古人的思念 比今天的人呢 要苦得多 也久得多 挥之不去 那么到了重庆三年的重阳节 李清照呢 那时候二十岁 美风佳节被私钦嘛 于是又写下了一首呢 《醉花音》 开篇写景可能也是写情绪啊 薄雾浓云 在北方是难得的一个气象 会让人非常压抑 重阳时节本是秋高气爽的 没想到却是薄雾浓云 所以李清照介事就说呢 愁永咒 什么叫永咒呢 就这一天都过不去 这大白天都过不去 锐脑啊 是香料的一种 就是冰片啊 也说是龙脑 金兽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香炉啊 宋代的流行饰养 就是一个瑞寿 宋人焚香呢 是上层社会的一个品类嘛 所以由于焚香 是乎香气 鸟鸟时间显得迟缓 它跟这个景色 再配上这个感觉呢 让薰香等待时间 开篇两句 再强调一种 智色的气氛 下面三句继续 前面两句的一个智色啊 佳节又重阳 预诊杀厨 半夜凉出头 一个诱字 透着一种无奈 说不出来 道不出来 预诊啊 不一定是预诊 有可能是辞诊啊 因为景德镇的清白玉 有饶玉之称啊 杀厨就是杀杖啊 这个古人的这个床上 可以挂那个杀杖 半夜凉出头 农历的九月九日 已经是接近晚秋了啊 天气转凉 所以呢 这个李清照说凉出头 一语双关 既说气候 又说心境 上片写室内之景 下片就走出屋外了 屋里实在是难挨 索性就走出去吧 饮一杯菊花酒 啊 去寒解毒 东黎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营秀 啊 东黎 那指采菊东黎夏嘛 这个暗香呢 是指采完菊花以后 身上留有这种余香 这两句是上片的紧张的 这种情绪呢 就得以缓解 作者抛出了结尾句 莫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人比黄花兽 这三句是自诵以来文人评价极高的三句 明人啊 这个明代人杨生安就说呢 这个七语怨而不怒 就说这个话说的很凄凉 虽然有怨气 但他不发怒 莲卷西风 他巨事是倒装的 应该是西风吹动了帘子 人比黄花兽 黄花就是菊花呀 菊花深秋才开放 枝叶它并不茂盛 你注意看菊花啊 它只是花茂盛 叶子都不茂盛 所以说它寿 寿在中国的文化意向中 具有骨气的意思 比如寿梅 梅花寿梅 比如寿马 比如寿竹 还有说狮寿的 花也寿 营也寿 寿字 首先在古人的心目中是强调 有风骨 有骨 菊花 优甚 所以李清照 借井借物 诉说思念之苦 不动声色 漫不金星 小词写的含蓄之极 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这是司空图 在诗二十四品 含蓄中的一种解释 那衡量 醉花音 再贴切不过了 作者没有写 苦愁忧郁 而是用一种 唯美的客观描写 将心中的仇视 放在井雾之中 让天气 香薰 家具 菊花 酒 甚至帘子 都帮他展现这种情绪 最后落下神来之笔 传承千古 李清照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他有一个号 叫一安居士 李一安 他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 女性作为婉约派的代表 顺理成章 可李清照也写过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向雨 不肯过江东 这样豪放的小诗 李清照活了 大概有七十多岁 但他的丈夫 赵明成只活了四十八岁 李清照的这个人生 他横跨北南二宋 南渡时 他四十四岁 他在南宋度过了二十八年的余生 如果除去他年少的这段时期 李清照的人生 基本上是北南二宋对半了 所以靖康之变 对他一生及其创作 有着深刻的影响 李清照出身书香门帝 他父亲李歌飞是北宋的文学家 对李清照的影响很深 由于他父亲的藏书很多 他自幼对书籍就有天生的亲切感 这种亲切感一直伴随了他一生 包括他为丈夫赵明成 搜集整理的一作 金石路 金石路呢 也是宋代 关于考古著作方面的 很重要的一本书 李清照呢 虽然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但他留下来的作品数量呢 并不是很多 大约只有诗文百余篇 这个其中呢 可能还有一些是艳作 南宋有个叫黄生 和黄玉玲两个人 著了一本书叫花安慈选 说那个树玉词呢 有三卷 但是今天呢 都没有留下来 金人可以看到的树玉词呢 是后人的几本 它是不全的 因为李清照呢 久居泉城济南 门前呢 树玉泉呢 为济南的七十二名泉之一 泉涌一池 水石相积 所以叫树玉 跟树口一样嘛 树玉词就因此得名 那么他的存世作品中呢 肯定是有很多委托之作的 可见他的影响力 就是很多人借他的名字 留下了一部分作品 宋人呢 这个朱玉啊 他在书中说呢 他说 本朝女妇 知有文者 李安为首称 诗之典瞻 无愧于古之作者 词有婉立 往往出人一表 这是宋人对他的评价 那么宋人对他的评价很多了 比如还有一个宋人叫王卓 他也说 一言居士呢 自少年就便有诗名 这个财力滑瞻 逼近前辈 在师大夫中都不多得 若本朝妇人呢 当推辞彩第一 那宋人还有人说 说这个胡仔嘛 胡仔是很有名的一个宋代的文学家 他说 近时妇人 能闻词如李安 颇多家具 这些评价呢 都是宋朝人的评价 可见呢 李清照呢 在宋朝就已经明满天下了 李清照一生十分坎坷 生命的曲线不仅曲折 总体上还是由高向低走 他出身不低 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宋人宗宰相寒旗的门下 父亲又是苏氏的学生 官至礼物原外郎 母亲是宋人宗时期的状元 王贡臣的孙女 王贡臣是科举史上有名的诚信状元 在朝中做官55年 口碑绝佳 所以李清照自幼就有祖阴库 又有文化滋养 这样的人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直到破瓜之年 就是2816岁 李清照以两手如梦令 以一名惊人 令人刮目相看 那么随后 他的生活就处在了一片祥和之声 恋爱 结婚 收藏 创作 那谁知道好景不长 小两口的新婚没有多久 就遇上了父辈的新旧党争 各执一方 矛盾水火不容 在未来又混沌不清 看不清楚 两地分居 聚少离多 李清照有感而发 写下了一句人比黄花兽 让思念苦至极处 写下了一句 此情无忌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让多少痴男怨女感同身受 虽然秦官写过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昭昭暮暮 但每一对恩爱夫妻 在乎的就是昭昭暮暮 李清照没有办法享受 这昭昭暮暮 又赶上朝廷的巨变 靖康之难 不仅是皇上的吃辱 还是百姓的灾难 在南逃的路上 劫难连连 国破 家王 夫死 失财 遭窃上当 这让李清照 心如死灰 阴郁七黄 当他写下 声声漫 七个谍词之后 我猜想 他一定是 双泪长流 仰面长叹 人生不过如此 就是经历 赶上了 就要面对 无论胸疾 我自己甚至觉得 李清照这首 声声漫 是春天写的 秋天完成的 这就可以解释 有些学者的 不解的问题 乍难 还寒 描写的是春季 强说秋季 就很生硬 当李清照 写完声声漫的上片以后 思路就断了 因为七个谍词 如珍珠 滴滴答答的落入浴盘 发出了悦耳的响声 人非草木 谁能无情 上片连贯而下 到正伤心时 戛然执笔 并非没有可能 等气候到了秋天 看到满地黄花 李清照又想起 春天的那个戈笔 拿起笔来 花已谢 天已黑 风雨 接已经到来 这番境地 怎一个仇字了得呢 直到绍兴二年 李清照抵达杭州以后 连续五年的颠沛流离 夫妻二人收藏半生的书籍书画 就散失殆尽 然后这个事已经让李清照 这个心力焦脆 这时候有一个叫张武周的男人 就出现了 非常可怕 这个男人会嘘寒问暖 殷勤有加 近五十岁的李清照 突然就不清醒了 在丈夫去世三年后 再度相信了爱情 嫁给了张武周 谁知张武周呢 只是盯上李清照的财产了 盯上他这个收藏了 没想到东西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 然后呢 就谩骂 甚至拳脚相加 动手了 这让李清照忍无可忍 冒着被入刑的危险 告发张武周 赢死舞弊 要求离婚 他这个离婚得官方许可呀 虽然李清照最后被官方获准离婚 但是还是被关押了九天 因亲友的营救 才获了一个自由身 这对李清照的明节打击很大 在宋代这个是对一个女子的明节打击很大 从那以后呢 李清照的记录呢 就日趋减少了 埋头静心的整理 这个丈夫的遗作 金氏录啊 将近十年的时间